相存爱情十一 就是周一南 相存爱情里颜值最高的女生 早在之前就有网友说周一南长得像赵丽颖 就连周一南也说过这回事 说太多人说两人长得像 还删除了很多对比赵 不过这条国文已经删了 估计是怕被骂得太惨吧 还有很多网友说她比赵丽颖长得好看多了 只能说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也有网友说赵丽颖好看一些 周一南 1990年12月出生 毕业于辽宁大学艺术学院 2009年出道 在相存爱情中式演校里秘书有了名气 2012年 周一南嫁入豪门 那时候的周一南才刚刚22岁 对于很多明星来说 周一南也算是结婚比较早的 嫁入豪门后的周一南 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一年到头 也就拍个乡村爱情 也很少拍戏 在她的微博上分享的内容 更多的就是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去旅行 她似乎从来不缺钱 毕竟也嫁了个有钱人 但周一南早就澄清过 自己花的每一分钱 都不是从别人那里索取的 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周一南除了拍戏之外 她有自己的狠 多生意做 也赚了不少钱 也不需要向豪门索料前来享受生活 近日 周一南晒出四岁儿子的近照 简直太帅的小哥哥 凭借这样的颜值 进入娱乐圈那是妥妥的 这颜值在娱乐圈里 也可以说是最帅的新二代了 父母提供着这么高的起点 有颜值 有家世 前途赠光啊亮的 周一南才刚刚二十八岁不到 有着殷实的家境 成功的事业 帅气的儿子 幸福的家庭 还有这么高的颜值 这么完美的身材 这才是真正低调的人生赢家吧 你说呢